行政將軍參選人曾俊華早上向選舉事務處遞交選舉提名表格 成為首位報名的參選人 曾俊華說共取得160個選委的提名 而另一位參選人林鄭月娥就計劃下星期初公布全面的競選政綱以及提交提名表格 曾俊華早上抵達灣仔海港中心選舉事務處正式遞交選舉提名表 他在選舉事務處內逗留了大約半小時後見傳媒 說原定下星期初才提交提名表格 但昨天下週再收到選委提名並且達到提名數目要求因此決定提早報名 他已經提交了160張提名票比入閘門檻所需的150票要多 我們交了160票因為選舉主任也提醒過我們 在這個限期前幾天交最好是交多一點 因為他們需要這個審核之後可能有一些是沒有效的 所以我們是故意交多10張 希望每一張都是有效的 但我相信我們不需要很大量超過現在要求的數字 曾俊華拒絕透露得到哪一個界別的選委提名 以及是否曾經將提名票退回給選委 只是說如果再收到選委的提名表 會在3月1日截止之前再提交給選舉事務處 選舉事務處就確認收到曾俊華提交的提名表格 選舉主任朱芳令法官正是處理有關的提名 並且將根據法例裁定提名是否有效 而另一位參選人林鄭月娥就透過競選辦回應 以平常心看待曾俊華報名參選 林鄭月娥計劃下星期初公布政綱和提交提名表格 至於參選人葉羅淑儀就說不方便透露 現時收握多少張提名票 只是說會繼續努力爭取選委提名 而胡國興就表示已經取得超過150張提名票 適當時會報名參選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